吕布和成功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作是典型的主仆关系 吕布身为一名有着雄厚实力的武将 本身有着自己的野心和计划 而成功则是负责为他出谋划策 解决各种难题的智囊 吕布虽然有着超凡的武艺 但缺乏战略眼光 而成功则能够在关键时刻 给予吕布最为有效的建议 让吕布在整个中国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吕布对于成功的信任和倚重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性格和思想 吕布虽然出身名门 但为人豪放鲁莽且自负 对于成功这样一位既才华横溢 还能够在自己身边随时提醒自己的谋事 自然会感到深深的敬佩和感激 另外作为一位军事统帅 吕布很清楚 想要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 决策的明智性和执行的力度同样重要 因此他也在这一方面 明白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部族 选择寻求成功这样的卓越智者的帮助 结合以上两方面分析 笔者认为 吕布之所以对成功言听计从 不仅是出于对于自己能力的认知和尊重 也是出于对于战争和政治的深刻认识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 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 是参与社会 推动世界进步的一个重要在地 我们应该尊重他人 倾听建议 坚持真理 以此缔造一个和谐公正的家园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